我们到底现在能有什么能力 去面对一旦大陆解放军来台 或者说席台的话 哇 这可能一下子 我们还不用他们打过来 我们已经都眼瞎了 为什么呢 来来来 来看这个 这还是自由时报的报道 国军恒山指挥所 国军的空军作战指挥部 发生什么事呢 居然电路中断 长达十个小时 无法掌握解放军的动态 甚至对于我们自己 空中军机的状态都无法掌握 为什么 说因为是中科院 它的一个外包厂商 他们做了什么呢 他们自己去做软体的更新 就直接去这样子 一弄了以后就出事了 电路就中断了 结果好笑的是 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去因应 然后就要一而再再而三的 等啊 等啊 等 等到人家厂商去把那个问题解决 才会拖到整整十小时 如果照这样来讲的话 哇 你想一旦发生战争的话 会怎样呢 想也知道啊 简秋 我们上次看到蔡总统 在开警机会应变会议的时候 是哪些人在现场 就知道了我们的元首 本身只听这些人的话 再加上我们的设备 跟我们的SOP 刚才传进来消息了 现在基隆那里好像变成九个人受伤了 所以我们的基本的训练 在一起不同不等的情况之下 一直产生有训练上的问题 我们的设备 我们连电力都出问题 而且这个电力还不只是单一的问题 是因为承包商的疏失 然后这是跟我们上次台电大跳电 303大跳电的原因又是一样 又是因为某一个reset 按钮没按好 然后又变成全台大停电 当时就说其实哪里需要什么精密的设备 真的只要我们又动不动又断电了之后 就已经战争要结束了 你看这是怎么让民众有信心 但是恒山指挥所居然可以发生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功能丧失 恒山指挥所很重要的 不是要通报给美国的吗 不是啊 就是最重要台湾的中枢核心 如果一旦发生了重大的两岸的意外冲突的时候 这里是一个指挥调度 还有总统很重要的坐镇的地方 都可以发生这种事情 更何况其他地方 是啊 今天万安演习 就是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许婷你知道 因为我们的手机都会有出现 国家级的警报声 所以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手机 这个上面会有这些字样 告诉你 比方说你要注意了 因为是万安演习的防空警报 开车的要减速停到旁边 然后民众要什么 依引导疏散到就近避难所 其实我许婷你知道 我们因为是还在办公室里面 我们真的在上班嘛 当然不用什么就近疏散 可是说实在的 我就很好奇 因为他说 空气警报可洽国防部 防空避难可洽警政署 然后上面都有电话哦 上面都有电话 大家知道吗 因为我如果说在外面 我现在不知道我要到哪里 什么避难了的话 那我想要知道哪边有什么防空洞 就像你刚刚讲的 我要知道在哪里 那我不晓得 我赶快打电话 我们今天真的打了 打了以后 一开始第一时间就打了 他就已经嘟嘟嘟 你根本打不进去 隔了五分钟急得半死 然后再继续打 打了以后是什么 是没人接 就这样子 我想说那这两支电话 到底是摆在那里 有何用啊 是好看的吗 许婷 本来要接电话的人 可能躲到防空洞里面去了吧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都避难了 我觉得万安演习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刚刚讲 我们第一趴刚讲是汉光演习 汉光演习以军方为主 但我刚刚讲嘛 你说如果真的 大家要做好战争的准备 其实你民间的那种警觉性要有 可是万安演习 大家都只是习以为常 手机想避难 大家所谓的避难 就是在冷气房里 就是躲一下嘛 今天在网路上 包括大家都在讨论 今天外卖要早点叫 演习就没有人帮你送外卖 就大家已经把它变成这样子的 用一种心态去面对的时候 外送服务真的有提早通知我 对啊 他说要45分以后才会 就是大部分人都把它当成一种 就是又来了 然后他其实并没有 你并没有警觉嘛 然后你也并没有更多的宣导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你的民间如果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 你谈什么国防呢 你真的觉得大家准备好了吗 那何况这种 我看这电话八成也就是 就是本来就是这些政府机关的 对外的窗口的号码 是啊 搞不好承办员就 不管是真的躲防空洞也好 或者是被叫去别的地方 就没有人接 真有事的时候 你真的有事的时候 你还真的打得了电话吗 我真的很怀疑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做明星的 全部准备的话 你应该是动真格的演练 假设下一次的外卖演集 就是全部了 这个校园啊 所有东西就疏散了 你那段生大就别上班了 就真的你要知道 你附近的这种防空避难所 还有我刚刚讲除水除粮 这些东西都要有 可是我就回到我刚刚讲 民进党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 因为当他真刀真枪的 开始做演习 真的让大家做战备准备的时候 请问我们的股市会怎么反应 请问我们的经济会怎么反应 请问我们的舆论会怎么反应 他就会进到那个深水区了 他就没有办法操弄这样的题目 因为对于战争的警戒跟恐惧 会超过他操弄意识形态的强度 对他的选情不利 他就绝对不会做这个事 所以我讲的是不负责任的 如果大家真实心中认知到 就是我们经不起一次战争的摧残的时候 你当然是应该修正你的国防外交政策 把B站的比例往上拉 我们没有讲说国防通通不要 可是没有说一边倒 然后就是人家说什么 我们就是什么 然后又要该你做的时候 你又做不到 那这个是完全是没有任何重心 也没有任何功效的一个政策 的确如此 好 不过话说回来 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国军要配备的防弹板 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看起来 你看新北议员林炳佑 他就是要告诉你 他不甩这个国防部怎么讲 他就是要告诉你 他很有问题 因为你看日前把国军抗弹板 带到美国做实弹射击 结果抗弹板被射穿 所以不能有效的保护士兵 22号他又贴影片 居然是抗弹板可以被刺刀 一次就刺穿 就是他这么说 挡不住共军子弹就算了 现在看来连刺刀都挡不住 哇 委员 我们的抗弹板真的是这么不堪用吗 这个议员挺认真的 我们应该给他嘉奖 虽然不同党派还是要给他鼓励 有这么好议员可以监督政府机关 其实里面有很大的关键 不晓得哪一年开始 我们国防部就规定 士兵的抗弹的这种 其实不是钢板 它基本上是一种 很特殊材质做出来的 是属于三级抗弹板 我只能叹一口气 俄乌战争的时候 证明三级不管用 所以俄罗斯地线临时换四级的 正在国际新闻上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 是个很重要的消息 那因为以前大家给他概念 是美军在打波士湾战争的时候 他们就用三级的抗弹板 那好像效果还不错 现在问题是 人家北的武器已经升级了 对所以你是抗弹板也要升级 对所以俄罗斯临时换 就逼着乌克兰找美国说 我也要换升级的 可是问题没货 没货 对所以那我们现在 哎呀他一个三级升四级也没多少钱 我们买那个动不动买那个什么 那个美国的武器 什么那个火山步雷战车 一步就几亿 买了六步就几亿 对不对 来给这阿兵哥 来作为这种防护的 这种抗弹的这种钢板 其实他不是钢板 还是比较实际吧 是啊 保护他们的生命 而且那个基本上台湾是做得出来的 台湾做得出来 不做不出来 你给厂商投标了之后 我是三级 问题这个很大 我就标三级啊 你给他四级 我就标四级啊 我问各位 原首用的是五级的 大家听懂了吗 原首用的是五级的 那AIT官员用的也是五级的 是 难道大官 比较值钱 大官就不用上战场 这是 因为级数越高 他越薄 抗弹能力就越强 就越贵 当然以目前成本 要被用到五级了 这不需要 但俄乌战场上 已经用四级了 更有趣的 很多俄罗斯的士兵 这新闻里有报导 他临时配备不到四级的 自己上淘宝 去买四级的 买得到 淘宝竟然买得到四级的 大陆厂商有在卖啊 而且大陆没有把它当军品看待啊 难道你要我们阿兵哥 上淘宝去买四级的抗弹钢盘吗 哎呀 很狠的打脸国防部了 很泄气啊 哎呀 国防部怎么 因为他们觉得三级就够 那现在很明显是不够啊 是啊 外行我请问一下 为什么可以 他说着重在防弹 但是刀可以试穿 所以难道刀会比这个威胁 会比不上放弹 刀要靠近了才会有用得到刀 所以那个强大的这个冲击力 当然是 他因为这时候都有一天用的事 因为近身肉搏战的时候 就用到了 现在不是都讲了吗 打巷战打巷战 就让我们就觉得有那个概念 以欧物战争来讲 连打巷战都没有办法 都不需要近身搏斗 是啊 那个冲击力应该是很强的 而且之前不是讲说 什么一折就弯吗 他说不会有人去折它 总是要凹的方法 我都觉得好奇怪 对啦 国防部当然有说法啦 我们也还是要听一下 国防部怎么讲 说刀尖能量密度远高于弹头 而且产生的减硬力 方向垂直与纤维 故防穿刺的技术与材质呢 是跟防弹完全不同的 其实我是外行 其实讲完了以后 我们也还是不解 只是我们就眼睛看到的 还有议员质疑的 清清楚楚 就是在这边 所以现在呢 你怎么说 只能说 大家要自求多福了吗 国军现在恐怕 连配备 保护生命的安全 都有问题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谈一谈 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 来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要准备 2024这个选战 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 马上要进入到8月了 到8月的话 浅秋 现在就说蓝绿白 这三位总统参选人 干嘛 要比国际拼外交 因为他们都有出访的行程了 那民进党的这边的说法 有说赖清德 等他出来回来以后呢 密集会推国家希望工程证件 但是不用等到他推什么证件 光是先看看 他要离开台湾 要过境美国 恐怕这就是一大看点了 现在我们要先来比较一下 这三位到底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浅秋 因为我看到这个独家消息 是联合报的副总编发出来 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没有看到 民进党这里有再进一步的回应 或否认或干嘛 表示真的很有可能 是往这个方向在推进 我今天早上访问了 翁宇忠教授 在美国的学者 他们也是看起来 好像真的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本来以为可能 你看好歹 蔡英文是到纽约的吧 过境的吧 然后就去不了波斯坦 然后也去不了Houston 然后现在可能要去哪里 迈阿密 越走越远 就代表着在美中 可能想要进一步沟通的时候 对于赖清德 除了在美中关系上 并不希望给他太好的待遇之外 还有他最近的这些 一连串的失言跟出包 美国对他是极度的不信任 才要让他边缘化到 迈阿密去了 那目前看起来的氛围 真的是如此 那如果过境回来 现在还不确定西安 可能有没有给他 他还能说好洛杉矶吗 还是旧金山啊 还是其他 至少要 如果是佛州的话 是不是可以见到 接下来所谓第二把交椅 可能也会跟川普要竞争选 选举的 Dessentis 对啊 那个州长吗 当然对 大家是说是不是有可能碰到 因为现在有一些 往这些方向去宣传的 这个迹象嘛 那我吕中文还特别提醒说 不要太自以为天真 拿来当大内宣 因为如果你去跟这个 Dessentis 然后关系 见见面拍照很开心 以为哪可以来宣传很开心 川普就不爽了 川普就来弄你了 赖星德不会只会 一味的只会跟 共和党的人站在一起吧 总而也要安排一些 民主党的吧 这个是没问题 因为如果是在 这个真的是迈阿密的话 是有两位抗中大将 那也还是可以 帮他做做宣传 对 你看委员是专业的 所以基本上 如果是真的往这个方向 发展的话 我真的是听到的是说 目前对于 呃 赖星德阵营的沟通谈判 看起来争取不到 太高的层级的时候 他们只有一个要求 公平 侯友宜去的时候 不要给他 一样同等的对待嘛 那如果是这样发展下去 侯友宜九月要去 理论上他没有 附同的身份 他到去华府 没有什么问题嘛 柯文哲也是去华府的嘛 都没有去 他们都要知道 马里兰州的AIT 隔壁啦 就是没有办法 进入内湖再细止这样子 那至少也在旁边啊 一合之隔 一合之隔 对 坐地铁就一站 所以柯文哲 第二次要再去 是不是有这个指标 就是说真的在风向上 美方觉得 以前第三小党 谁在看 柯文哲是谁 他们也不在乎 不知道 现在是不是真的风向 在一些民调的数字上 对赖庆德不信任 不满意 有可能往其他的候选人 多观察一点点 多给一点机会 看起来是有这个风向 正在发展 这个才是赖庆德 现在最害怕的吧 一天到晚在喊这些话 昨天又讲了一大堆 不该讲的话 莫名其妙的智力测验 都是在跟美方输成 可是看起来好像越讲越错 让大家对他蛮提心吊胆 可是在委员 其实现在因为赖庆德 他总要赶快想办法 去修补一下 或者是弥补一下 就是因为之前 就是传出来媒体就说 他其实对于 他的那个走进白宫说 会让美国有那么大的反应 他好像自己还觉得不解 还吓一跳 还说什么相当震惊 直呼怎么会这样 那是要怪 他说没想到 华府官员反应这么强烈 他有没有一点点sense 他没有 他真的连这个sense都没有 他当副总统 当然他显然没有用功在于 中美台的三角关系的复杂性 他掌握不住 是不是表示 在开国安会议的时候 蔡英文从来不邀请他参加 是不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惨 再来我有个意见 我觉得赖清德是中共同路人 为什么 国家希望工程 是中国大陆的专用术语 这不是中共同路人是什么 上次好像讲了什么资质 是不是品质 质量 国家希望工程是最标准 在朱镕基时代推出来的术语 所以赖清德你跟朱镕基什么关系 你根本就是中共同路人吗 还是中共这个同超人 对不对 我是觉得你整天骂国民党说 我们用大陆上的术语 你这个是最标 如果你推出来的话 你就是标准的中共同路人 而且还有讲要跟对岸开启沟通的管道 用抄袭大陆的 他要平等的话 平等的对待的话 我们就可以跟对岸开启沟通的管道 这不是跪下来舔共吗 舔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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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以沟通呢 投降 投降派的 他很想跟习近平吃饭 我们都记得 对不对 对啊 你们侯友宜跟克文哲都还不长进 不敢跟习近平吃饭 是不是 可是说实在的 大家都看在眼里 赖清德现在 这一局看起来光是 现在还没有出发 就已经什么 就已经有点出师不力了 不过呢 来我们要先看一下 这个国民党全代会的那一幕 徐婷 是 你来看一下 你有没有感动到啊 侯友宜烈日之下 等了15分钟 轻盈韩国瑜啊 然后呢 也看到兔子汉子燕子 都大合体了呀 展现出一个大团结的气氛了 然后也没有换猴了 怎么样呢 如果 因为那天我也在 我也在门口 看了很多 这个跟大家打打招呼 是这样 所以 我只能说啦 就是如果连全代会 这样子的场合 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那国民党解散算了 就是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 因为那就是大家是最内围 最 本来就应该先站稳脚跟 事实上从5月17日的提名到现在 我们讲叫乱流中起步 乱流中起步 我是觉得挑战还很多 因为 新闻的露出上 当然已经比过去好很多 因为本来就是说什么 我们移椅子移位置 那些有的没的 见风差真的很多啦 但至少 当天大家的互动是蛮融洽 也蛮热情的 那大家基本上蓝军的 最内委的党代表 还有包含我们的立委候选人 其实基本上士气算是有点提振 但我必须要讲就是整合这件事情 整合团结啦 这件事要两个前提 第一个要有信念 第二个要有信心 信念的部分是你的论述 你的主张 大头可以合体 可以很亲密 可以拥抱 可以手拉手 但是如果他们当初 为什么这么多支持者 这些支持者在想什么 你到了最后 你还争取选民 所以你要把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当一回事 这些选民要的是什么 把它提出论述 这样子你的选举就有信念 你至少有个目标 用信念来团结基层 这一个 第二个要有信心 就是说如果有方向 但是大家对你很多疑虑 然后你的气势 打不起来的话 那信心不足 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国民党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觉得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对自己信心不够 那国民党 相对于其他政党的优势 是人才 是组织 这些东西 其实是我们过去的信心 那全代会 我觉得至少在这两件事情 上面有一些进步 但我觉得这不够 不能够停在这里 应该要深化 既然今天大头合体了 那下面的人 因为我后来观察了一下 后面的舆论 其实我觉得很多基层 对这件事情 还是比较保留 他们还是没有被满足 那你还是要积极争取 我觉得 我不会认为说 全代会之后 大家就确定站稳脚跟了 这个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要努力 而且我回答你的问题 好我们要先进广告 对呀 我算蛮感动的 因为至少 至少内围的人是很团结的 这一件事我是有感受到 但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完全确定 外面的基层 我一直都觉得说 政治人物归政治人物 基层明星归基层明星 我始终认为要由下而上 下面你还是要去争取 那因为全代会 大体上都是政治权里面的人 所以全代会代表的气势 不代表完全下面基层明星代表的气势 所以我不能因为这样就觉得 自得意吗 或怎么样 我觉得要多方缺人 这几点我都还在观察 既然韩国瑜跟侯友宜合体了 那韩粉呢 能不能在民调上面出现 这个反应吗 转为支持侯友宜吗 最好奇的当然莫过于这一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中视新闻网 韩国瑜点头参加全代会 你觉得韩粉会回归挺猴吗 结果我看到到目前为止 不会韩粉次有定见的 最多60% 说会的是22% 所以好吧 多数都认为不会 不过这个是22号 就是全代会前作的 那现在全代会之后 你最好奇的当然莫过于 有没有改变呢 说侯友宜全代会当面 像韩道歉 你认为可以别化解 还韩粉的心结 结果我说仍然无法接受的 还是有40% 但是呢 说仪报名恩求团结下架 民进党的是多少 是34% 好 这一份是中视新闻网 发起的民调 不过我刚刚有说 中天电视有现在一个 最新的民调 好我们这个民调 还在持续进行 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 点进去去投票 给我们看一下你的意见 那么在这个民调呢 我们看到说 如果明天就是总统大选 你会支持谁呢 结果回答是侯友宜的 29% 29% 结果最多人是投这个 柯文哲 柯文哲 54% 好不好 还是柯文哲最多 那但是呢 中天电视这边 你看韩国瑜喊出 在侯领导下下架 民进党 你认为韩粉 会不会归队呢 会不会归队呢 结果现在看起来比较多的是这里 韩粉心冷 不会归队 会支持别人 47% 还是有一点点 接近半数 那韩粉听 韩国瑜的 会归队支持 侯友宜的多少 37% 好 差10% 蔡委员 那你觉得这个民调 接下来 随着全代会 结束嘛 那现在接下来开始 侯友宜要动啦 这个是不是开始 会对侯友宜的民调 越来越有利 怎么看这个结果 不会啊 不会啊 很肯定 为什么 国民党的全代会 就是一个清明法会 清明法会 虽然请来个大和尚 韩国瑜来念念经 但是神明不可能马上下降 因为毕竟不是韩国瑜在选 是你侯友在选 所以这个人设的基础上 区别是比较大 这个我们刘委员 他在现场有被感动到 但大部分没有在现场 都在法会外面 在法会念经的时候 你在现场也许有感受 应该法会现场就没有感受 这很正常的 侯友宜今天碰到的问题 就是说像我们中华队很强 第一轮如果碰到了 这个越南队 我们就给把越南队打趴 第一轮如果是碰到古巴队 我们就很辛苦 所以他在新北市选新北市长 碰到的是越南队 他现在这场打了 对不起 第一场就碰到古巴队 就是我一再强调就是说 候选人是有他特定的社会基础 什么样的人支持 什么样的候选人是有特征的 就像那个我中午碰到 那个谢龙杰同学说 我以前民调才20% 我得到选票40几% 我说不是这样解读 你的民调能乱是20% 可是就是说 因为你是所有其他候选人里面 唯一代表反对民进党的标志性人物 所以其他人在投票的时候 要反对民进党都投给你嘛 反对民进党的选票在台湾随便 社会随便错都有40%嘛 所以很正常的 跟你的民调无关 可是现在反对民进党的标志人物 至少有三个人 柯文哲 郭台铭 何友宜 而且这三个人在过去反对民进党的记录 第一个最有名的是谁 柯文哲 第二个最有名就是 郭台铭 你何友宜在过去反对民进党的表现 并不杰出 而且你还经常磨灵两可 这是你的这个致命伤嘛 所以你的社会基础 本来以为国民党提名 他可以跨越到丽颖的选票 可以跨越中间选票 中间选民最强的是柯文哲 是郭台铭 所以如果三个排班上去 你一定选不上的嘛 那这个时候就要什么 这个三只小猪必须要整个整个一个团队 你不整个一个团队 台湾有一部分的人就是西瓜派 5%到10%跑不掉了 他看到你不赢的话 他就会倒给赖清德 赖清德的选票就会比他民调高很多 那如果你三个组成一团 他觉得你会赢 这西瓜派就倒过来 对啊 你就有赢的机会嘛 这就是个现实状况 那国民党如果觉得说 那我最大党 我活一定要当正的 不能当富的 那我只能说 你就全输吧 你要半赢还全输选择一个嘛 如果你活活去配富的 不管是郭配 活活的跟那个科配 你配富的 你还有赢的机会 那你至少会拿到行政院长 立法院长 考试院长 监察院长 你搞不好拿得到啊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活已经没有办法 号召中间选民 没有办法号召一些其他的 西瓜派的选民的时候 你这个硬要当正的就搭配不成 最后你们全部都落选 到时候人家会把责任 推到你朱立伦 活有于金谱中所上 那国民党 如果小鸡再选得不好的话 这小鸡就 看不及你们这老母鸡 老母鸡都滚蛋回去算了吧 好 那浅秋 那现在呢 这还有一个民调 有人说是韩粉的民调 这个唐峰报的民调 也是问 如果明天总统大选 你投给谁 就回答柯文哲的有八成啊 那看一下侯友宜好了 侯友宜只有13% 我那个比例实在是很悬殊哦 如果照这样来讲的话 那真的要非绿的整合咯 要团结咯 是这样吗 那问题现在 到底要怎么个团结法 因为以全代会来讲 看到那个场面 显示大团结 显然是不够的 接下来是不是考验 才正要开始 所以要怎么整合 这才是一个重点啊 那现在要讲 要团结要团结 朱立伦身为一个 国民党党主席说 让在野和祖大联盟 未来执政后 建立一个和平安定正义的 执政大联盟 不是应该选举之前 现在已经在选举 越滚越热的时候 就应该要好好的整合了吗 显秋 因为你刚刚讲 唐风报的调查 因为那个肯定是 韩粉比较多的聚集的地方 然后我还特别跟 那个风导聊了一下 他说有啦有啦 那个在全代会之后 有回升 侯友宜两个百分比 所以原来是11啊 我之前更惨 有回来两个百分比 所以对于 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为什么 虽然我觉得侯友宜也尽力了 他也该有的礼数啊 接送啊 逮捕归案啊 亲密的接触啊 或者是 韩国瑜也喊了 侯友宜领导啊 报也报了 拍子也拍子 然后全力的配合了 真的 那为什么还是有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比较可能 这个叫做 有没有在对的时间 做对的事情 比方说当 真招侯友宜的第一天 我们都认为 他一定会发表 感动人心 铿锵有力的谈话 对 结果那天记得吗 当时行李如银 然后就结束了 或者说第一次 当韩国瑜跟侯友宜两个人 碰面的时候 应该就会有类似像 今天的场面 这个热络跟好的 善意的表达 可是就是一直要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可能那个效果 价值会递减 递减到了今天 就好像他的演说 也许这次全代会 大家觉得 哦 没错 进步了 表现有比较好 但是如果他第一场 就已经准备好了 就不会有产生这个效益 我觉得啦 这个就在时间点的问题 但时间点 现在真的全代会之后 就真的感动了 蓝尾们 大家的明星之后 就真的让所有的 在野就有机会 看着国民党赢吗 但如果是真的已经 国民党就要赢了 就要执政 朱利人为什么会喊出 执政大联盟呢 那如果说我们国民党 就会赢了的话 其实那所谓的在野合作 甚至就不用再多谈了嘛 反正我们要往 胜利的方向去迈进 那他之前说 要党绩处分的人 现在自己也继续喊 执政大联盟啊 但是谁来联盟 谁来谈 这个是柯文哲问的问题 而且他说 我们不能只是在分配位置 我们必须要是理念之合 这个就比较像是学者 赵春山教授 他所提出来的 我们要提一个政策摆皮书 共同来提出一个规划 这个就是柯文哲讲的 不要被别人觉得 我分账的 那但是这个到底谁 朱利人可以代表侯友宜谈吗 那今天郑利文问 那侯友宜可以当副的吗 对不对 那这是朱利人可以决定的吗 不是 而且重点是 现在是侯友宜要出来选 大家要看的是你侯友宜 但是只有朱利人 可以有小机不分区 或立委的提名权吗 是 那所以谁可以代表 蓝军来谈合作跟整 这个是其实 加海几个人 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 但还是真的要等到九月 像邱毅提的 大家的民调数字 再拼一个月之后的结果 再来PK看看 还有什么合作的可能性吗 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 朱利人在想什么 是啊 那罗志强呢 倒是觉得说 哎呀 终于还给他一个公道了 因为他之前也是喊联盟 我觉得罗志强这样讲不对 他应该主张 对朱利人党纪处分 对因为当初他喊的时候 被威胁 他说被威胁党纪处分 他们就威胁他说 你在讲这个债野联盟 什么政党轮替 在轮替大联盟的话 要撤销他提名 然后改提这个中配军 金小刀的子弟兵 已经搞到这种程度了 所以把罗志强吓 我就叫他说 你就这次再当归孙子吧 他已经说回去了 对啊 这是对的吧 没关系 那时候我现在主张 这个朱利人讲这个 债野大联盟 对 执政大联盟 前面讲 前面前面 让在野合阻大联盟 对嘛 在野大联盟 他自己讲 先讲在野大联盟 对啊 那在野大联盟跟什么 跟政党在轮替大联盟 有没有不同 我看是不同啊 那这两个 如果是一样的话 他要上次要处分 这个罗志强 现在就要先处分朱利人 我明天搞不好就按您申告 要考机会 要处分朱利人 哎呦真的 可是说真的 你说要怎么喊 大家其实真的 就是要看你怎么做 要做出来给我们看 整合才是重点啊 那现在问题是 也是小鸡的许婷啊 那到底要怎么做 我其实看不太出来 因为以柯文哲来讲 他说理念 才是最重要的 那问题理念有一样吗 然后呢 那连黄伟翰都说 党内要团结 但不等于明年以胜选 参选人产生后 主席是配角 不是主角啊 那重点 侯友宜 侯友宜你要怎么样 把大家这个整个都凝聚在一起 这个我们也看不懂 侯友宜之外 还有一个郭台铭 郭台铭现在还喊慌 如果柯文哲跟郭台铭 形成一个组合 对 我跟大家保证 国民党跟朱利润也好 侯友宜啊 通通会被编年化 会被被抛到垃圾桶里面去 对 委员那你讲是有可能 警告再先 要么你采取主动 让侯友宜在这个 在野大联盟里面 有一个角色 对啊 如果郭台铭跟 跟柯文哲谈好了 不管是郭柯配 柯郭配谈好了 我跟你讲 Sayonara 国民党 Sayonara 那我建立所有的小鸡 们通通给我转向 许婷 这个焦虑啊 这个一样 一样是我刚刚讲嘛 对党内 你要喊团结 你要有信念跟信心 那你对外整合 当然也要有信念跟信心嘛 可是现在问题就是 我不认为现在是一个 谈这个好的时机嘛 你不觉得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花了太多时间 讨论这件事情 但实际上没有进展 因为 第一个是信念 就是比较柯文哲讲 那到底在基于 什么样的价值下 大家要团结 其实这东西还 不是那么清楚嘛 我跟你讲 比如说 呃 全代会之后 这个侯跟韩 现在距离很近 那你 我理论上 你应该称称追击 比如说韩粉 想要看到的政策是什么 第一个强打民进党 大家都都觉得受了委屈嘛 第二个是庶民经济嘛 你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 才能把它 民心吸引回来 不是抓头 也是要由下而上 那第二个同样 柯文哲 柯文哲主力的支持部队 如果是年轻人 年轻人在乎的题目是什么 你要先把这东西丢出来 你再谈 你才会 至少我们是基于 某一个价值做整合 这东西到最后 才会水到的渠成 但以现在的状况来说 这都不够明确 所以这没有信念 第二个是没有信心嘛 你过去相对来讲 国民党民调比较好的时候 你尚且不能阻止 柯文哲独立发展 你不能阻止 郭台铭想要独立参选 做不到这件事情 那何况你现在气势最弱 气势弱的时候 为什么是你带头 你现在民调第三名 为什么是你带头 所以既没有信念 也没有信心 还去谈整合的时候 当然就没有说服力 那你说要有信心 要有信念 可是问题是像李乾隆 就在讲说 你们不要有恶心 当然队内要这样要巩固自己 但问题就是你要开始站稳 然后往外扩张的时候 你至少要先把这两件事情做到 所以我是觉得最短的时间 国民党的优势是 你至少人才多 智库学者专家多 要丢政策不困难 要有场景不困难 比如说汉光演习 国防政策是什么 你就跟着就要上 你要去抢回议题战的主导权 让大家看到你的 那怎么会是像你这样的小鸡在提呢 也没有听到母鸡在讲 这个我是希望大家赶快进入节奏 你看我就觉得 我平良心讲 我觉得前一段时间 从5月10期到现在 我就觉得战略是不够清晰 而且甚至设定错误 因为5月10期提名之后 就必然进入乱流 那进入乱流的时候 你想要用整合去 米平这件事情 但你没有整合条件 你就掉在那个漩涡里面打转 我就一直都讲 既然没有条件整合别人 就先做自己的工作 我反而是觉得你要大量的凸显 你自己做的工作有多少的进展 你才慢慢往外跨的条件 那你现在还在讲这些 我认为是 我是觉得不要浪费时间 赶快丢题目 讲国政 然后我觉得要 如果蓝军自己要站稳的话 对民进党的攻势要凶狠一点 这是一定跑不了的 要再凶一点 当然 但现在目前是看到 好像对自己人比较凶 一直对内娜是很危险 我平良心讲 我觉得对蓝军党这一盘是艰困的 因为我那时候的评估标准 就是你7月底的时候 给两个月嘛 提名到7月底左右 你的民意调查能不能回到25%左右的水准 但我目前看 以现在我所掌握的民意趋向 应该有难度 那如果是这样的局的话 那就是艰困的局 大家真的要好好想办法 请问大家下载了中天新闻网App呢 欢迎您赶快要下载咯 下载的方法非常的简单 请看两种途径 一方面你可以从Apple Store 来下载我们的中天新闻网 同时也可以从Google Play 下载中天新闻网这个App 请一定要认名 这个蓝色的logo 上面是CTI中天新闻 下载了之后 请不要忘记给我们打5颗星的评分 我们会更有动力把它做更好 YouTube上面的中天影音 你在这里都看得到 而且此外呢 在这里也有很多很多 最新最快的即时中天新闻 提供给大家 而且我们还有即时推播 提醒您新闻不漏接 好那么一键注册方法非常的简单 填写了资料之后呢 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 我们也有准备好康等着您 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幸运中奖 那么中天新闻网App呢 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多多的下载 踊跃的支持 请一定要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哦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